台湾没有合法性的这个权利 没有主权 那么这个观点 这实际上真简单 真相是什么 因为日本家族是公开 在会议里面 给他们签订说 他归还给中华民国的话 我还惊惨 非常惨 旧金兰和约中共有四十倍的签字国 四十倍的签字国 照旧金兰和约的民文规定 你日本超过旧金兰和约的授权 其他的国家 其他四十七个国家 都要享受同样的权利 我们现在只能说 这三个国家都给我们吞打 日本如果幸福党派民国时 四十八个国家 都拥有台湾主权 都可以吞打台湾 哪吓死人呢 所以今天这个结果 当然中国不跟我们说 过去的国民都不跟我们说 但是南绿都已经论证了 南绿的领导人 这个真相 领导人都知道 尤其蔡英文主席 李总统交给他专题来研究这个问题 他的所得到的结论 也是这样 也是说台湾 中华民国也好台湾也好 都没有主权 这个问题是 很清楚的事情 一直跟我们暗闯的结果 汇集记忆 把汤酒变回去了 把汤变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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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在地 香港下 共产的主权 台湾是事实独立 最先是事实的孤立 我们很专门 我们很专门 所以第一步 政治是什么要扶着 真相说出来 虽然有改革的方法 我们是为它没有改革的国家 所以这个问题